赵瑞是翻脸了 如今表态连续发问 无人敢答 球迷支持他离开广东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九点体育 九点体育咱们聊九点 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下方给我点个赞和关注 好了我们阳光正传 北京时间的2022年的1月12日 广东南南又取得了一场胜利 不过现在广东南仍然是有很大的漏洞 那就是赵瑞是一直没有回归 而大家都知道赵瑞目前是广东南南的核心 也是中国南南不可或缺的一名球员 因此现在赵瑞何时回归也成为了杜丰 甚至是中国球迷比较担心的问题 毕竟中国南就两名比较出色的空位 一个是郭爱伦 而另外一个就是赵瑞 而广东南微博官宣是这么说的 赵瑞近期感到身体极度不适 加上脚踝的伤势是日趋严重 严重影响到了其本人的身体和经济状态 经过专家会诊的方案 赵瑞将休息和治疗一段时间 待伤病情况有所好转才会归队 而很多人都说北乔峰难慕容 而现在就是北爱伦难赵瑞 毫无疑问赵瑞离队之后 广东南南的比赛是打的都没有劲了 甚至广东南的粉丝都会去看辽宁队的比赛了 现在广东南南也是发出了声明 赵瑞由于脚踝的伤病问题 是无法出战第二阶段的比赛 不过是仍然有球迷不相信 赵瑞是脚踝的问题 最大的呼声说是杜丰血藏赵瑞 这一时赵瑞不回归广东也能进入季后赛 等到了季后赛就给辽宁队的致命一击 但是如今赵瑞再次发布声明 赵瑞说到自己确实是脚踝伤病问题 如果谁再敢再次造谣的话 就会追究他的责任 而很多人也表示没有人敢造谣 你说是伤病问题就是伤病 因为之前赵瑞确实是起诉过一个造谣的女粉丝 而下面也是有一个粉丝 而且还是一个大V的大佬 对赵瑞也是回复了一个no 赵瑞随即也是连续提出了问题 那你说说我是怎么回事呢 我来听一听 而这个问题是没有人敢回答 都怕被赵瑞起诉 而粉丝也是在下面瞬间改口 祝你早日康复 不过目前看来赵瑞确实是伤病 之前赵瑞脚踝就影响过比赛 而且南辽世界杯也是经过非常痛苦的隔离 这里也祝福赵瑞能够早日康复回归 广东男的缺少不了你 如果回归太晚了 那么怪人可能都不答应了 毕竟自己一家独大 没有对手太寂寞了 本赛季辽宁男的是十九胜两副 希望广东男的能够终结辽兰 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右上角的关注按钮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